这两天,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大事,第一,日前我们收到消息,美国终于通过了950亿美元对乌克兰,以色列,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在内的多军事援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610亿美元的对乌军事援助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经提出来,但一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状态,而这也是导致乌克兰在前方不断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610亿美元对乌军援终于尘埃落定,我认为这件事滋事体大, 以史未尽,可以知心涕,以人未尽,可以明得是,欢迎订阅老海说史,从客观角度来说,我认为这610亿美元对乌军援将对俄乌战争产生重大影响,而俄乌战争的未来走向相当程度也关系到中国的对外战略,第二,4月24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展开一连三天对中国的访问,而这应该是布林肯自去年气球风波,中美关系陷入僵局后的第二次访华活动。 从2023年6月份到2024年4月份,事件已经过去仅10个月,期间,美国财政部长、商务部长以及当时仍在世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都先后访问了中国,尤其去年11月15日,中美元首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线下峰会之后,中美关系基本上各条线都在往前走,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危中有机,机中有危, 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布林肯这次的访问之旅?根据坊间传闻,布林肯这次访问中国,主要是要求中国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但我个人觉得,这可能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具有爆炸性的议题,从负面来看,布林肯此次来华可能是要从多个方面对中国施压,从正面来看。 布林肯来华也是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寻找磨合空间和前景,第一,我们先来谈谈美国众议院在北京时间星期五凌晨,通过的价值950亿美元的三大对外援助方案,其中对乌克兰的援助最多是600多亿美元,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援助则是80亿美元,另有约200多亿是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我之所以在上文中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形容对乌克兰的援助, 是因为对乌援助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就已经提出了,只是美国国会一直没有通过这600多亿美元对乌军援,这导致后来北约和整体西方世界的对乌军援开始大幅下降,在这个过程中,欧盟有500优援对乌军援算是勉强到位,但大家也知道,欧盟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无论广度,力度,深度,还是未来能产生的效应都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就地位来说, 美国目前还是西方世界的老大,他一打喷嚏,至少西方世界内部都会出现感冒或不同程度的感染现象,所以美国去年下半年迟迟不通过600亿美元对乌军援后,北约也开始对援乌新生倦怠,而除了北约,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对乌军援也是大幅下降,如今,俄乌战争爆发已经两年零两个月了, 从客观角度来看,坦率地讲,如果没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或整体西方世界的支持,以乌克兰本身的国力和军力,根本无法战胜俄罗斯,甚至根本不是俄罗斯的对手,是问一个小国,怎么能和一个大国抗衡? 尽管这个大国并不是一个一流的军事大国,但至少算是一个强国,但问题是,如果乌克兰背后有30个北约国家,十几个准北约国家,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集体支持,这种情况就另当别论,我们可以看到,俄乌战争爆发后半年多时间里,俄罗斯只在开始的两三个星期里势如破竹,西方大规模援助乌克兰后,俄乌之间的形势就出现了急剧反转,一直等到西方无论是公众还是政界, 所以,包括国会对援武新生倦怠,厌战情绪开始上升后,俄罗斯才开始反被动为主动,所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尤其今年头四个月里,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还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推进阵势,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朝鲜,伊朗给俄罗斯提供的一些武器和无人机之外,俄罗斯可以说是凭一己之力取得了如今的战果。 老实说,我并不认为朝鲜,伊朗给俄罗斯提供的武器和无人机,能和北约给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和军事装置相媲美、抗衡,至于西方国家所说的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包括布林肯到中国来,要求中国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等等,这些情况完全是子虚乌有,中国目前为止一直是劝战促合,怎么可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所以俄罗斯的武器充其量就是来自朝鲜和伊朗, 而这两个国家的整体军事实力,以及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无论如何,不可能和西方世界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相比,美国既然是西方世界的灯塔,那么在军援乌克兰问题上,它到底是像原来那样心生倦怠,还是会出现重大的反转? 这背后不仅包含着重大的战略异信号,同时也会对乌克兰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那边乡,在援乌上,泽连斯基早已经等不及了,自美国国会军援乌克兰提案受挫之后,在近半年多时间里,泽连斯基一直像祥林嫂那样哭哭啼啼,而自这次美国援乌法案通过以后,泽连斯基是喜行余色,迫不及待的索要武器,表示一天都等不得,显得相当急促,这个急促从纯军事意义上,以及纯战场上, 军事研判来说,也不无道理,因为西方的武器早一天到位,就意味着乌克兰至少能够抗衡相当长一段时间,反之乌克兰便会很快显露败向,所以此事滋事体大,如果说今年夏天,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尤其是美国的援助能够全方位到位,今年下半年开始,俄乌局势会面临一个微妙而剧烈的改变,这种改变会让世界格局受到举足轻重的影响, 布林肯将在4月24日抵达中国,据方间传闻,他此行主要要求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这在我们看来,显然是非常荒唐,而且不但是我们自己,就连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也在不久前发表报告,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在对俄罗斯提供武器,最近这段时间,风向又开始出现微转,甚至可以说是剧转,美国表示,中国虽然没有直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但用双重用途的方式,向俄罗斯提供了其战略上所需要的物资,什么叫双重呢?就是一把菜刀,主要是用来厨房做菜,但也可以拿来威胁人,但这样的逻辑非常荒唐,中俄之间当然要进行正常,双边,民间色彩为主的贸易往来,就像通过贸易卖给俄罗斯一辆卡车,美国是否也要在意,这辆卡车会变成军事用途呢? 所以在这方面,美国其实是自己心里头有了鬼,然后就嫁祸于俄罗斯,尤其是嫁祸于中国,我认为这只是布林肯这次来访的众多议题之一,中国在这方面依然会谨守劝和的原则,但不会接受美方的职责,而且会全方位的打回去。 现在,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相对良性的轨道,如何看待这个轨道?我觉得要划分几个方面来说,第一,中美之间,无论是从去年6月布林肯首次访华之后,还是去年11月15日,中美在加利福尼亚峰会之后,确实往前在走,第二,在这个过程当中危重有机,从耶伦访华期间,全方位的打压中国新三样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三,我们大概率可以从耶伦访华和布林肯的即将访华看出,中美关系正在向着前苏联和美国的关系走。 当然,前苏联和美国的互动态势以及内在的性质、精神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总有一些外在和内部的迹象相同,它的相同性就在于,当两个国家迈入到所谓的新冷战的脉络,门槛之后是需要一些规则来管理、掌控。 当中美之间博弈刚起来的时候,美国人提这一问题,我们不认同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时所谓的游戏规则是由西方,尤其是美国,单方面一家制定,如果中国认同,会过早地跌入到美国挖的陷阱中,形同于自残。 但现在置之死地而后生之后,双方可以让理性部分重返谈判,坐下来看看如何管理之间的冲突,所以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管理的问题。 既然讲到如何管理,就一定不是中国单方面接受美国制定的,或者说美国遗留下来的游戏规则,而是双方坐在一起共同研讨。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林肯此次访华有现实的积极意义,也有中美关系相对稳定后,需要更多博弈的潜在意义。 当然,关于细节,我们可以在布林肯访华期间持续不断地关注,4月23日是中国海军成立75周年。 我记得,2009年中国海军成立60周年,当时我们还举行过一些比较重大的纪念活动,这次75年周年,中国方面举办了第19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这里面很有意思。 美国印太战区下属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出席,与此同时,俄罗斯海军司令也千里迢迢赶到中国出席,大家知道,俄乌之间现在是宿敌,战场上直接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如今,这两国海军的领导人能够同时在中国出席西太平洋论坛,一方面折射出两个敌对国家各自或者互相对印太地区安全秩序的关心,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中国的魅力。 魅力所在,我们可以持续关注这件事情,今天先给大家简单梳理到这里,后续如果发生大事,我们会继续不断地跟进,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记得点击订阅,我们下期见。